这五一不给王一博颁个劳模奖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电影、电视剧、商务、主旋律 就连景区都有他 主打哪哪都有你 一会在电影院为何 曲击手跑步上头 主演电影票房突破30亿 连续两年站岗五一当电影首日票房冠军 《博命度号》《赵力》《基本盘》 连夜内都说现象级别很罕见的 主打一个蓝窥 指甲气轩昂 白布穿羊阵八荒 红布电影无名在日本上映好评不断 来个东京审判日直接贴脸开大 一会又再给奥运会宣传唱主题宣传曲《跃动上海》 冰川洋艺真少年 主打一个十八般武艺 运动少年梦回南高 果然少年感还是得找年轻人来宣传 你不说我还真以为这王一博十八岁呢 一会又在各大景区值班 路人在景区丢了身份证 也因为是同名上了热搜 顺便围观看他都带红江西锐金的旅游了 《追风者》剧本沙 光武艺单天就接待的游客就16.7万了 本地人看游客们排长龙感受体验红色文化 任意看一个感叹 《追风者》红的可怕的具象化了啊 毕竟《追风者》央八播完央一播 随后浙江卫视二轮播出就登顶库云收视率卫视第一了 热江播完山东卫视 江西卫视都还排队等着呢 冰与火四川卫视再度重播也定档了日本二度上映 真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商务一边Locost热情洋溢乃乱刷屏 安踏三周年热恋不止 一边真为私信人官宣 主打一个真宠的够大啊 话才说完又来一个新代言庙可兰多预热官宣 见过牛的没见过这么牛的了 没有人再给我补充个好消息 真没见过这么忙的顶流 别人放假 你值班整个五一假期啊